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部因為內容涉及亂倫、人秀膠等題目 而且表達手法淫蝕路骨、兼有鼓吹色情之嫌引起社會公眾嘩然 有關文章更比香港淫蝕物品審裁處評為二級罕物 不過事件並沒有因此而平息 有涉及中大學生部程式版風波的人士為了挑戰審裁處 指聖經亦含有筆雅內容,將聖經送檢,要求將聖經評為限制級別 需要塑膠袋風吐爆撞 雖然審裁處並沒有受理,但有關人士攻擊聖經的行動並沒有停止 甚至在網上發起投訴聖經大行動,以斷章取義的方式評擊聖經的內容 究竟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信徒,應該如何去理解聖經的權威呢? 聖經的話語在我們今天的生活又佔一個怎樣的位置呢? 你有沒有困難去明白聖經的內容呢? 你想明白上帝的話語嗎? 各輪基督教會將會由七月八日開始 一連四個主日推出拆開聖經風吐系列 以深入淺出的教導,和你一起學看聖經,明白聖經,揭開聖經人生